下面可以留嗎 妳說從泰國帶回來嗎 對啊 因為我怕 過海關的時候會被抓耶 喔 不能帶上牌 因為人家說豬肉不能帶來台灣啊 會被罰 最高八款二十萬 我覺得我一定要給妳看 我那個做完的照片 看照片嗎 因為妳真的是太監視淺薄了 我給妳們看一下我做完的樣子好了 很厲害耶 我看一下 喔 很厲害 很讚 給香菱妳轉看一下好了 很讚耶 我覺得很讚耶 太棒了 好 看完了 好 再給妳看 很讚 哇 萊克芳姐 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跟大家形容一下 她的做完的那個樣子啊 就是女生的樣子啊 很棒啊 是 對 很像 媽媽還講過一句 最你在動手術的時候 那一句話我也覺得 那句話是因為 因為我以前就是 上面有做胸部嘛 在幾年前的時候上面有胸部 但是下面那個 小弟弟還沒送去泰國 你知道嗎 然後那時候我媽媽就會叫我兒子 還是女兒 因為她不是要叫我兒子 還是叫我女兒 所以她兩個都這樣 兩個都這樣 對 然後後來我去泰國躺在手術房 上面的時候 我跟我媽講說 待會就要被推進去做手術了 然後我媽又說什麼 妳真的妳想清楚了嗎 因為除根之後再也長不出來 嗯 對 然後 然後她就會說什麼 那妳想好就好 我就說我想清楚了 然後她就說好 那我等一會兒 我親愛的女兒 就當下妳看到這個什麼 親愛的女兒 妳就會覺得說 哇 很感人 而且妳進手術室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那麼緊張 因為有一種安心的感覺 沒有 進手術綁其實很緊張 因為我在台灣 我就會有點緊張了 但是 我去泰國 妳知道泰國語言不同 然後妳知道那時候 他們是把我的手這樣喔 綁在那個手術台上面 好像十字架 妳知道嗎 為什麼要綁 因為她怕 可能怕我們這樣挣扎 她把我這樣綁起來 然後他們講 就是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 然後他們有說有笑 妳就會很緊張 因為妳會覺得說什麼 欸 他們到底在講什麼這樣 然後後來 他們就幫我打麻藥的時候 進到我身體的時候很痛 就是那種冰冰涼涼的 然後又很刺痛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就說 因為他們幫很多 就是台灣人做嘛 她就說妳現在痛嗎 我說痛痛痛痛痛 然後她就拿一個氧氣罩 然後給我聞一下我就暈倒 喔 舒眠了 對 就睡著了 對 然後起來 就下面包著石膏這樣 下面可以留嗎 可以留著嗎 下面可以留著嗎 你說從泰國帶回來嘛 對啊 因為我怕 過海關的時候會被抓欸 喔 不能帶香膏 對啊 因為人家說 豬肉不能帶來台灣啊 都被拔 最高拔過來20萬 那這是我自己的肉啊 所以現在人在他鄉嗎 沒有 應該是說 蛋蛋切掉就是 因為蛋蛋本來就是沒有用的 然後其他的 就是把一些 多出來的皮 多出來的肉 然後就是丟掉這樣 所以楊先生就被丟掉了 對 就被丟掉了 對 然後丟掉之後 然後做成妹妹 然後就回台灣這樣 這樣有滿意嗎 所以 很失望 所以感覺好痛喔 所以我們都誤會了 就是變性手術 它不是把那個切掉 它不是把香蕉切掉 而是把香蕉 等於說 你翻成四段 然後折到裡面去 折到裡面 然後再用東西把它那個撐開 對 我覺得我一定要給你看 我那個做完的照片 看照片嗎 因為你們真的是太監視淺薄了 我給你們看一下我做完的樣子好了 嗯 很厲害耶 我們看一下 很厲害 很厲害 很讚耶 給香蕉你轉看一下好了 很讚耶 我覺得很讚耶 太棒了 好看完了 好 再給你看 很讚 哇 來 可芭姐 我可以 我可以跟大家形容一下 她的做完的那個樣子 就是女生的樣子 就是女生的樣子 很棒 對 是對 很像的很像 很像女生的樣子 這樣一路走來辛苦 覺得值得嗎 我覺得很值得 因為很多人都說 一定會 老了一定會後悔 但是我就說 你可不可以活到老了 說不定 人生到處都是一晚 我把每一天都當成 最後一天在乎 今天如果你不做這件事情 你往後都說不到 就會後悔 對 現在開心最重要 棒棒棒